上次试玩的万宁无子棋和万宁象棋 有人就说了 这哪是下棋啊 这分明就是斗法 而且我发现万宁玩法还有扩散的迹象 桌游棋牌类风投正胜 桌球系列又开始了 有桌子在的竞技项目就有万宁 虽然我不懂抬球 但是万宁抬球让我大受震撼 点踢了 在这款游戏里正常模式也是有的 要是觉得不刺激呢 这还有个单独的板块 叫大招对战 大招模式的球杆在技能上多少 沾点臭不要脸 其实正常模式的球杆也不是那么正常 游戏模式很简单 开局在随机出现的两个球杆里选择一个 这两个哪一个是球杆啊 我们选择指点江山 能看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手剑的技能 一级指点江山对战四级的鸡毛胆子 那对手是个保家阿姨吗 这局比赛每球一分 先获得71分 先获得 这句话不难理解 又理解起来比较费劲 获胜条件原话 本局一共142颗球 小一点的台球厅把屋子翻遍了 都凑不出来142颗球 看球摆放的位置 是有一定的文化积淀的 我方率先开球使了个无影手 很遗憾才进了两个球 坐球上弄得跟晚高风塞的都宁了 保洁阿姨使用鸡毛胆子 呼这力道够大的 白球跟踩了油门似的 保洁阿姨家里一定是子孝孙贤的 进了八个球然后使了一招废物利用 球桌上摆放了三个空瓶 我方虽然使用了无影手但只进了一个球 被保洁阿姨的大招冒犯到了 之后保洁阿姨又得八分 我方得两分 这个驾驶结果就是可想而知啊 所以啊我们把所有球杆等级升满 这次的游戏版本还真是免广告版本呢 就很欣慰 再来一局选择魔法 调色嘎的 对方是25级的烈焰红唇 目标分数48分 对方烈焰红唇开球使了个美人技吸取力量 这技能不能仔细想 不够过审标准 这一下好大的力啊 直接得了10分 紧接着又使了一技行动魅惑 轮到我方出竿 轮到对方出竿 仔细一看对方的行动魅惑技能减少我方出竿 时长13秒 剩下的出竿时间只有短短的两秒 怎么魅惑的呀这是 弹幕评论区别乱传啊 对方出竿又用了个美人技 一竿捅出去好大的力 又行动魅惑了 我方不瞄准 直接打 侥幸进俩球 使用禁锢术禁锢场上13个球 作用和废物利用是相同的 效果不太好 对方又进11个球 又用美人技行动诱惑 见不见呐 直接出竿 侥幸进俩球 使用禁锢数 对方距离目标分数只差一分了 还魅惑 见不见呐 你开个单人模式得了呗 随便一瞄爱咋咋地吧 哦 卡了一下 直接进44个球 朋友们 友友们 老少爷们们 我拿藏老六发誓 我真没开挂 我要是开挂 天打五雷轰 劈碎了他 就是老天爷有眼 让我反败为胜 再来一轮 球盘选择烈焰红唇 对方是鸡毛胆子 进了三球之后 在场上摆上了八个一拉罐 多欠抽啊 我方使用美人技吸取力量 来了个大力出奇迹 也仅仅是进了三个球 直接行动魅惑 对方在调整鸡毛胆子角度的时候 已经失去出发机会了 这就是对他乱买一拉罐的惩罚呀 我方进了五个球 使用行动魅惑 对方鸡毛胆子也不调整角度了 上来就打 几轮之后烈焰红唇 不服输不耍赖 不卑不亢的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贱不贱呢 真的太贱了 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